节目中所介绍的这艘军舰是张谦军舰 而它的型号是PFG-11洞沟 那大家知不知道PFG是什么意思呢? 这我来跟大家说明 型号开头就是军舰类型代号 PFG指的是PATRO FIGET GUARDED MISLE 飞弹巡防舰、我国成功级、康定级舰的型号 都是以PFG为开头的 不错哦 此外海军另一款寄阳机巡防舰 代号则是FFG PFGET GUARDED MISLE 同样也是飞弹巡防舰的意思 美国海军称其为诺克斯级巡防舰 嗯,这样大家应该都有基本概念了 好,我们继续回到张谦军舰上 看看他们的生活环境与其他军种的官兵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Check it out! 海军舰艇靠港的日子 傍晚时刻到张谦军舰上的官兵 有一半的人可以准备放假 这是海军的放假班 有一半的人可以休假 到营区外走走 或是回家陪陪家人 放假班的话 其实我们船上每个人都分所谓的左班右班 上次舰长下次二兵 每个人都有左右班 今天左班当值的话呢 那就是右班的人会有放假班 如果是平日的话可能就是 我们平日的话就是从腰拐动动 所谓下午五点 外散的话到 假如是在停左营地区 台湾地区的话 那我们就是到两四东东晚上十二点 如果是停在澎湖的话 我们就是到两两东东晚上十点这样 外倒的话可能就会跟自己的 船上的兄弟姐妹去外面吃吃饭 然后走走看这样子 这是海军官兵好港的日常 晚上收假之后回到船上 当然就要抓紧时间 洗澡整理内屋 洗澡 在聊天 快点快点 好啊快了 才刚洗而已 刚进来那 都必须要洗太久啊 快进来 快点 那是谁想哭啊 那我呢 不要聊天啊 我刚洗 快点 快点 后面都排到楼梯了 好 这绝对不是为了拍摄 刻意制造的戏剧效果 这真的是海军官兵日常盥洗的情况 因为几十个人的大冰仓 就只有两间淋浴间 只要有人洗太久 后面就会大塞车 聊有点久啊 只有洗十分钟了吧 等一下 再给我十分钟 吵一定会的 因为 就只有两间浴室 一个冰仓那么多人 一定是 聊个天而已 外面就会在那边吵 为什么不洗快点啊 聊什么天之类之类的啊 对啊 就很有压力了 对啊 每天都会有 有时候就是 学长会 就是会一直催促我们 就是叫我们快一点这样 然后我们就会很紧张 趕快去洗这样 结束忙碌的一天 好好地洗个澡 真的是人生一大享受 但是出海的日子 还真的不可能洗太久 因为船上的淡水很有限 有时候有些人会洗一分钟 趕快洗 洗一洗 然后就出来 对啊 就是有点像战斗澡这样 对啊 就洗很快 因为时间很宝贵 以前刚上船 所以我可能三分钟 就要赶快出来 因为学长后面会一直催 现在还好啦 现在比较 大家都比较好 就是会 就是 不要太夸张的话 基本上不会很肯 说实在 快接受的洗澡方式 可能 大家都洗很 就是已经习惯了 所以大家都洗蛮快 洗完走 准备就起 海军官兵睡觉的床铺 其实有点小 不管是上铺 下铺 或是夹层 就是一个人可以躺进去 手还无法向上伸直 但是麻雀虽小 股脏俱全 下床整理床铺 不是为了要检查内物 而是为了要打开床板下的置物柜 可以拿东西 这里通常是放我的衣服 然后这里会放我的 例如说我的外素服装 跟一些私人用品 那通常这边我都会把它放在 就是会放铅笔 笔类 那这边比较不常用的 就可能放行李啊 或者是我也会放我的雨衣 全舱的空间很有限 所以每位官兵的床板下方 都是自己的置物柜 区隔好的空间 方便大家分门别类 而这置物柜 其实有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做便当盒 便当盒 我觉得就是 它通常就是 我们属于自己的 小空间的东西 会放我们的东西 可能它长得像便当吧 我觉得 很有特色的便当盒 当然就是摆放私人物品 便当盒上方就是床 平常也要铺得整整齐齐 下床就是要把帘子拉到定位 女生寝室也一样 同样睡在便当盒上 开始掌掌 2队 1到11 10到11 3队 1到8 10分1 加8分1 10到6 合计17元 晚上就寝时间之前 海军不是全船集合晚点名 而是由干部到大启室 执行茶叉 人员清典 8 9 10 14 15 16 要确定每个人都在床铺上 这是必要的生活管理 也是纪律要求的基本款 起登 政委长往安 往安 海上航行的日子日复一日 有时候任务需要 出海时间会长一点 那就大家互相帮忙 帮忙捡头发的兵 海军在入伍之前 是专职的美法设计师 上船服役之后 官兵们头发长了 他可以帮大家整理一面 要放假的好姐妹 他也可以帮忙打点妆法 海上生活互相协助 这就是同桌共济 但是海军官兵最辛苦的 不是空间大小 不是船上生活无聊 而是要怎么克服云船 海上非常剧烈 非常严重的时候 就是很慌 基本就是走动 就是跟像 类似像Michael Johnson一样 就是 还要类似有点像在跳舞这样 就是真的很慌 吃饭 吃饭的时候也是很难吃 一定会有吐 吐的话就是 要克服 因为 毕竟出海会有好几天这样 所以一定要克服 第二天就是三天两夜 海上超差 每天都在吐 吃饭 然后回去睡 睡一个小时又起来吐 那时候有后悔 晕还转吗 那时候我就会想说 为什么那时候不学日站 因为我来说的话 我是不会晕船的 那一种的 当然对其他人来说 可能就会比较痛苦 海军官兵也是会晕船的 这真的很正常 但再晕 吐得再惨烈 该做的工作还是要做完 只需要一段时间 适应习惯 舰艇的生活 与一般陆地上 有很大的不同 那平均来说 一般新近的弟兄 来到船上 我们会安排 专责的辅导人 在两个礼拜的时间内 让他了解船上 一般的生活 跟工作的形态 那因人而异 那平均在一个月之内 大概就可以熟悉 整个工作的环境 来执行他所应付 自己的任务 当然也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风景 觉得晚上的星空真的很漂亮 有看过海豚吗 有 很多次 对 就是很开 就是说 好幸运喔 直接出海又遇到海豚了这样子 风铃浪静的时候 出海可以是一种享受 有机会可以看到海豚 夜晚也能看见满天星陡 风浪转大的时候 这看海的日子 可是会让人头昏眼花 但护卫海浆 风浪再大 也要勇敢坚守岗位 每一次的出海航行 都有不同的训练任务 而且出海之后 船上的运作 就不能停下来 台湾周边海域 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 近期更是忙碌 各种状况的演练都不能少 张谦军舰当然也要做好准备 平时主要的任务是执行 台湾海峡周边的 征询护航及各项三倍演训工作 暂时的时候 则依据我们的作战构想 与计划实施防卫作战 那本舰配备有标准异型的飞弹 熊二熊三公船飞弹 及Mk46鱼雷 拥有优异的作战能力与机动性 军舰出海之后 每个部门都是24小时运作 随时都有人值班 在海军称为直庚 一天通常都有20 40小时 我们就会每个 都会有各个时段就会排人 然后以4个小时为基准 每个人就是以4个小时为基准 军舰的运作很专业 也有一点点复杂 为了让大家更了解直庚 我们就带着观众到轮机部门 看看这里出海到底是怎么运作 这个先来介绍我们这个是 PCC操控台简称动力操控台 主要是监看两部主机的动力参数 这是我们的服装备控制台 主要可以看到我们平时生活 所需要的像冰机空调 以及低压机高压机的各项参数 在这是我们的EPCC操控台简称 电力操控台 那我们可以看到 电操控台可以看到 四部电机的系统参数 以及切换按键电的功能 也是在这操控台上之前 这三部大机器管理了军舰上的吃喝拉撒 哪一个地方有状况 都会让船无法顺利运转 所以在轮机部门 随时都会有五个人职羹 掌握船舰的机电状况 因为装备它是一直在运作的 那我们要监視它的温度压力 没有超乎它的异常 那如果异常 我们要刚才做经济处置 确保整艘船的动力 可以持续持续的力 所以这个地方算是船的心脏 对 心脏 就是心脏如果一停 整艘船就没有动力 所以我们要确保装备的阻散 返航靠岗之际 船上的官兵会利用撇揽 把船上的揽绳抛到岸上 这真的很需要技巧 因为抛出的角度不对 力气不够 方向偏移 绳子没有顺好 都是无法顺利撇揽 靠岗完成船上的植羹制度 也会有点调整 在驳岗的时候分成六根 然后航行的时候分成七根 这中间的差异就是 为了我们要为了避免人员 他在就是可能在 就是执相同的根琴 相同的时段 所以我们就发展出 一个木根的制度 然后木根的英文就是Dudge 然后这意思就是 闪避相同时段的勤务 或者是闪躲根琴 就是相同根琴的意思 然后在以而传而下 Dudge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就变念成Dudge 就是所俗称的狗根 出海的时候 巡舰就是靠各个部门的植羹 维持船舰的正常运行 靠岗的时候 植羹人员就要拿起巡检机 开始巡逻 船上设置了好几处的巡检点 植羹的士官每一个钟头 都要走完规定的巡检路线 而且完全无法偷懒 因为巡检机都会有巡查记录 TICO 班长体温36.7 TICO的植羹一次四个人 除了有人要负责巡检 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管制人员上下船舰 掌握全船的人员动态 防疫期间 他们还要负责量测人员体温 其实就连升降棋 都是TICO植羹的工作 出海任务返岗 船舰的保养非常重要 只要发现有绣食 就要好好处理 我们一开始回来的时候 是先大洗 就是把船航行的时候 的盐分先洗掉 然后回来之后 看绣食的部分 再进行出秀 然后上油漆 但是有绣包 或是有绣水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要出秀 不然它就会扩大 正常我们会分区块 如果我们这次要做舰船 我们就会一次做完 再看要做左船按右船 然后再分舰船 尤其要上七道 然后上完 第七道就是上便机 成功极舰的排水量 约为4100吨 它藉由两部燃气涡轮机的推力 可以产生到29节的速率 那29节的速率 换成时数的话 大约在54公里左右 那在以我们的驻地 到任务区的话 以成功极舰的优异性能的话 都可以在上级所指定的时间 抵达所要到达的海域 保养是为了让船舰 可以维持在最好的状态上 同时保持最强的战力 这当然是为了维护 台湾周边海域安全 海江勇士们 是绝对不会让敌人 有机会亲门踏步 防疫期间在家里 维持良好的身心灵状况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最近养成了烘焙料理的兴趣 真的是非常疗愈 而且又有趣呢 嘉诚那你呢 我在家会练琴 写歌 偶尔追个剧 重点是和家人的相处时间 也变得更多了呢 哇真的是很棒呢 希望大家不论在家 或是在防疫工作上 都要继续努力加油哦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 我们下周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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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